和新任董事會的任命 首先我想感謝現任主席羅范昭芬女士 過去這四年為科學員勞心勞力 對科學員推動香港創科的發展 其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我也多謝現任所有董事會的成員 也在這幾年為推動科學員的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對新的主席和新的董事會的任命 我是表示歡迎的 我本身跟茶山不是很熟 但我知道她是資深的工業家 也知道她是現任董事會的成員 很熟悉科學員和科技員的發展 而且我也知道她聽聞 因為我都不是很熟悉 聽聞她自己本身對運用科技和科技的應用 都是很有熱誠的 所以我很期望在新任茶主席 和新任董事局領導下 科學科技員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作為香港創科發展的旗艦基地 我期望香港科技員可以在未來 帶領到香港整個創科的發展 創造一個更加好的氛圍和更加有利的條件 現在科技員的發展有三大重要的方向 一個就是醫療科技 第二就是AI 人工智能 第三點就是ROBOTIC 即是機械人的科技 這三方面現在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除此之外也都需要幫忙去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 另外更加重要的就是 就是未來深港科技員 河套科技員的開拓 所以整個科技員未來 其實都真的要做的工作非常之多 我很期望在新任董事會的帶領下 這些工作都可以順利展開 可以為香港創科領域開拓一片新的天地 沒有其他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